好 我们接下来再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他的昵称叫做胖成 姓成大概胖胖的 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你好邱医生 我身高1米7 体重158 158就是大陆的说法158斤 158斤就是大概79公斤 将近80公斤 他说剪不下来了 也不想出门 该怎么剪重 170 80公斤 他真的是胖 就是壮壮的 高高的 壮壮的感觉 170的身高 其实如果你真的能够纤细 是很漂亮的 这种偏胖的情况要怎么样减重 其实 如果你有关注邱医师的视频影片 你应该知道 我讲了很多有关减重的方法 那首先你当然要相信 如果不相信 你就不会去做 不会去实行 那这样你就达不到效果 不过没关系 因为每个人信仰不同 那个想法不同 你呢 可以把我讲的内容 你认为有道理的 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到的 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照着做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网友 他没有来我的诊间看诊 他都说我帮了他们 因为他们相信我 然后照着做 然后瘦下来了 然后就分享给我看 说你看 就是我用你的方法之前 我是这样的身材 我现在用了以后 现在是这样的身材 感谢你 我收到很多这样的 这个私讯 好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 我今天再重复提一下 就是说 你要记得你的体重 是三个可能因素造成的 如果这三个因素都有 那当然就要改变 如果没有 我教你怎么改变 第一个你先问自己 你有没有在服用 什么药物导致肥胖 通常是没有 一般来讲 除非你是那种 什么红斑性狼窗 那种要吃肋固醇的 免疫失调 要用肋固醇来治疗 那个有可能发胖 还有就是说有些高血压 降压的药物 也有可能会导致一点点肥胖 忧郁症的药 也有一些药物会导致肥胖 如果不是药物 那就什么 那有可能 内分泌有没有失调的问题 内分泌失调 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 比较低下 或者本身肾上腺 一些荷尔蒙 或者脑下垂体分泌的荷尔蒙 有一些问题 我们讲内分泌失调 或者有的人是在 吃女性避孕药 或者是在做什么 人工受孕那种的 用荷尔蒙治疗 那些药物造成 或者内分泌的问题造成 如果有可能 当然你要想办法去处理 那个问题 不然你很难受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 我相信你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 那你就什么 你就是生活习惯 跟饮食内容造成的 对不对 好 那你一直说 你瘦不下来 怎么剪都剪不下来 不想出门 我跟你讲 那是因为你没有用对方法 你没有真的去努力 所以我跟你讲说 一定要改变 你的体重 既然是你过往 那一段这么长的时间 所造成的这样的体重 那是你造成的 你就要改变它 如果你不要这个体重 就是要改变 好 改变 首先当然一定要少吃 如果网路上有看你说 不用节食就会瘦 我跟你讲 多半都是骗人的 都是为了 划重取宠 吸引你的眼球的 眼光的 要让你吸引你的注意的 其实我跟你讲 吃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吃 你就怎么胖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要不这么胖 就先不要那么吃 先减少食量 减少食量的重点 就是说 少吃有时候会饿 饥饿感很难克服 这个我的视频都有讲到了 我都有告诉你说 怎么样 少吃又能够克服你的饥饿感 先减少热量的摄取 这是减肥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再来就是要 增加热量消耗 你少吃一段时间以后 再少吃受不下去 这个时候运动最好 那如果你能够 至少 我跟你讲 所谓的运动就是 你一定要比你以前 多一些活动量才可以 如果你以前 都是滑手机 看电视 坐在那边聊天 干嘛 都是坐着 你就记得一定要多站起来 站起来去走 那么不能运动 也有方法 很多方法 增加热量的消耗 这个部分 我有提到很 很一些 像我有一本书 叫做一瘦一辈子 你查查看 上网找一下 一瘦一辈子 不晓得还买不到 上面有讲很多 小小的一些诀窍 来帮助你 不知不觉 当中你的体重 就会瘦下来了 好 希望今天分享内容 对胖城在农村 有所帮助 我们网友问答 欢迎大家 提更多的问题 来问求医师 我会帮助大家 解答你们心中的困惑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能什么 赶快加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